汪小飞的底裤,这次几乎都被扒光了 随着葛思琪的步步紧逼 其他余迹助力,加上张颖颖的反水 这个人的人设,一步接一步崩得稀碎 汪小飞走到今天,跟她自己反复装疯卖傻有很大关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是她妈妈张兰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一步步来看看 汪小飞到底说了哪些谎,以及申巴一下 张兰究竟是一位怎样的母亲,才培养出了汪小飞这样的妈宝男 王思聪说过,汪小飞死鸭子嘴硬,确实太硬了 在石锤爆出之前,出轨,否认和女主播撩骚 否认,甚至还骂平台,和张颖颖有私情 否认,张颖颖说她多人,当然也不认 否认,否认,否认,御师涵 欲失寒,欲失寒,但,否认,是无法阻止事件曝光的 人作孽不可活,失道者寡注,失德者自呛 总有一天,罪人会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果然,如今众多爆料 意气涌来,她已毫无挣扎余地 也直到此时,我们这才知道 这位传说中的,富二代私生活是如此的太为观止 不是说没有婚内出轨吗 在和大S婚姻存续期间,在KTV里,和女子亲吻,楼抱,摸下体,是什么意思 在与大S的婚房里,和张颖颖之外的女孩,一起躺在那里,是怎么回事 在大S婚房,亲吻其他女孩,是怎么回事 在张颖颖面前,自称老公,是怎么回事 张颖颖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张颖颖骂她给其他女人转钱,是怎么回事 不要总以为,人人都像大S,会吞下所有委屈 维护好所有人的体面 也不要以为,人人都是孩子的妈妈 会为了一儿一女,尽全力兜底,帮你消除负面新闻 不是,张颖颖不是善长 月季也不会被威逼利用 时长一点四十四分该八十,就八十,该反水就反水 而一个人,做多能力,总会自食其果 所以,这一次,报应一起袭来 汪小飞,你该如何善后 汪小飞对女性的态度,是非常凉薄势力的 能利用,就讨好,无价值,就反目 对大S是这样,对小S也是这样 因为小S在节目里,谈到了姐姐和现在姐夫的细节 她粗意大发,疯狂诋毁小S 每天就你蹦搭欢,有完没完 同时说了一句,我没喝酒,真的吗?撒谎 在向葛斯起求饶时,她又是另一番说辞 她说,整天喝酒,经常喝段片 哪句话是真的汪小飞 伤害他人时,就说没喝酒 不想被伤害时,就说喝多了 两面三刀玩得这么溜,可以啊 之前,她骂小S,用了一种非常恶毒的话术,暗示小S吸毒 她的原话是,是不是今天,药又吃多了 妈大S也说她吃药吃多了 结婚期间,徐希元长期通过他人处方服用违禁药物 娱乐圈上一个这么毒的姐夫,还是黄毅的前夫 后来进去了,下一个这么下作的就是汪小飞了 她好像憋着劲,要整死前妻,以及她身边所有人 她知道,在中国,有两样东西碰不得 一十度,二十度,但你看她怎么做的 明知最恨,偏用这招,用最英国的武器 刺向前妻和前妻的命名 但这是事实吗?不是 她知道达S的药,是治病的药 也在书上写过她的病,癫痫 同时比谁都清楚,达S的癫痫是怎么来的 生二胎时,情况惨烈到可怕,达S 一度灵魂出窍,昏睡几小时 肚子剧疼,浑身抽搐,整张脸憋红,几乎窒息 癫痫大概从那时起就发作了 后来再次抽搐,脸憋紫了 肿胀像个茄子,听不见声音 失去意识,已经没了呼吸 做人工呼吸,夹心脏复苏后,吐出浓血 才醒了过来,死里逃生后 她一直没打麻药,忍着剧痛,挺过煎熬的两周 每天打十几针,全身处处是针孔 然而哪怕如此,没多久 达S竟然又怀了三胎 三胎胎儿,发育不好 胎停,流产 可以想象,她又经历一轮剧烈的 漫长的痛苦 此后,达S就留下了癫痫的病根 需长期服用抗癫痫的药物 加上收入下降,身体非常差 精神也非常脆弱,都需要药物治疗 鬼门关里来来回回 在生死线上走了几遭 用性命相搏,换来了什么 换来了几年以后 汪小飞无视真相 颠倒黑白,扭曲事实 给达S疯狂泼脏水 有计划有预谋的 引导大家去想象孩子的妈妈嗑药 难怪张颖颖都说 谁会那么傻跟这种男人生孩子 真是心酸又荒唐 无耻又无底线 也正因为如此下作 余记都看不下去了 每个余记 手中往往都有很多爆料 有些不爆是觉得没必要或不到时候 但当事人太过分 太下作 是个有正义感的人都无法忍受 于是葛斯奇大战汪小飞 于31日晚9点出现了 在这场寄近一小时的直播里 汪小飞的人设 崩得灰飞烟灭 恶人总会有恶爆 不是不爆时候未到 这一次 他面对的颇天争议 是狗仔带来的 不是大S 但他不攻击狗仔 却攻击前妻 攻击也就罢了 为什么说谎呢 在陷害大S时 他还说过一句 每个月给大S100万买药 黑人问好脸 这是真相吗 一直维护汪小飞的S吗 这次终于站出来发声 希望他留口德 一 大S不需要服用他口中所谓的药 二 这个钱根本不是给大S买药的 而是两个孩子的抚养费教育费 将正常的支出 影像德行有无 甚至犯对嫌疑 汪小飞够狠够独 之前张兰在直播里说 黑人打了汪小飞 原因呢 价值观不同 暗戳戳地将矛盾 引向两岸关系 理所当然 大波不明真相的人 都去骂黑人 汪小飞后来否认 为什么会否认 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立场问题 只有私人问题 31日 葛思奇还原了真相 真相是黑人之所以发飙 是因汪小飞对大S和小S用误 时长1点33分 张兰事实还没了解 就这么着急护子 至于吗 要知道之前娱乐圈里 也有个老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护子 后来把儿子护进了监狱 在公共领域混是非要分明 善恶要厘清 功德要好 思德同样要注意 切记一出事就全是他人的错 自己家的就是圣洁无瑕 这非常容易招众怒 另外这里要多说几句 汪小飞这个人真的是很奇怪 一会儿风一会儿雨 反反复复 前一脚骂台湾 后一脚道歉 前一脚张岚骂黑人 后一脚汪小飞道歉 前一脚骂大S 后一脚道歉 前一脚把汪小飞改成汪绍飞 后一脚又把汪绍飞改成汪小飞 这是要干嘛啊 萧婷点吧 都四十多岁的人了 汪小飞多次表示 自己爱孩子 但事实是怎样的呢 孩子一拉臭臭 马上把孩子递给别人 哪怕是过路人 不愿给孩子换尿片 大S只好来做这一切 有时候被尿吃得满身都是 前不久汪小飞直播 有人问儿子几岁了 真正爱孩子的爸爸 会对儿子的问题了如指掌 但汪小飞愣了半天 没想起来 有人提醒他六岁 汪小飞不断数手指 确认了两次 才知道确实已经六岁了 一边说想念孩子 一边看不见真实的孩子 汪小飞哪面才是真的你 另外 儿子生日是5月14日 当天他没有发微博 直播时 孩子才过完生日没多久 作为父亲 居然不知道孩子几岁 爱孩子的人设 怎么立起来的呢 另外有个细节是 达S说 有一次 儿子得知爸爸要来 直接嚎啕大哭 不要让爸爸回来 我要爸爸去北京 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真心疼爱孩子的父亲 会这么不受欢迎 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 汪小飞曾说 达S拒绝好好生活 陪我创业 真的吗 2015年 张兰财产被冻结 王思聪还嘲讽 达S已哭晕在厕所 刚动钱都没了怎么办 达S为了张家兜底 发文称 我不方便回应我婆婆的事情 但我们全家人会共同面对 有情有义 落落大方 绝没有抽身离开 她挺身而出 卖掉豪宅 帮张家解决危机 为汪小飞的商业活动 新店开业站台 为她的新书叫买 知情人都说 达S最辛苦 所以 汪小飞 达S什么时候拖了后腿 她还说 达S拒绝好好生活 这真是没良心 不是非得像张盈盈之流一样 陪你野餐 陪你高尔夫 陪你三亚泳池 陪你KTV 亲吻楼抱摸下体 才是好好生活 真正的好好生活 是用心 用爱 用生命 去经营和珍惜一个家 如果不想好好生活 爱美如命的达S 怎么会放弃吃素 愿意抱肥七十多斤 打无数针 吃无数药 生下女儿 如果不想好好生活 怎么会一只脚踏进鬼门关地 生二胎 如果不想好好生活 怎么会又怀三胎 这一系列以命相搏的事情 不值一提了吗 翻看达S微博 你会看到 她对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都充满感恩 一一年 她刚到北京 人生地不熟 远离家人 想念台北 但努力适应双城生活 凌晨四点 起床 给她煮早餐粥 十二年 她开始备孕 但仍会在凌晨 给老公煮咖喱 煮牛肉汤 十三年 她开始打针 放弃吃素 努力怀孕 依然会在她睡着时 准备早餐 希望她一醒来 就可以闻到早餐的香味 十四年 她生下女儿 但刚刚生产的大S 人会在她出差回家前 早早包好一锅爱心汤 等待 即将出差回家的主人 十四年 她和她在床上逗孩子 说 这样幸福简单的小日子 她想过一辈子 十五年 生活开始有争吵 但她仍然感恩一切 十六年 大S生二胎 走了一趟生死观 十七年 S Hotel也在台北营业 她拼命帮着宣传 这一年 她说 她长白发了 意味着他们已经白头到老了 十八年 大S怀三胎 但流产 再度经受了一轮痛苦折磨 但她仍在珍惜一切 二零年下半年 汪小飞独自回北京 二十一年 她和汪小飞离婚 人生走到这一步 百感交集 但你能看到 大S是真真切切爱过 也真真切切付出过的 对于自己爱过的人 哪怕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她也做到了临富贫 一切交都给岁月 不予置贫 不论是委屈 还是幸福 都不再回头 也不再消费 但汪小飞 你呢 汪小飞令人无语 张岚也是 好的时候说儿媳 不好的时候 天天说小岛子 作为一个长辈 不断消费 不断搞事 不断引战 合适吗 同样是母亲 你看看S妈 每一次 这边引战 记者就去问 S妈怎么回事 人家从没说过 汪小飞半句不好 自始至终 都说 汪小飞是我半个儿子 依然疼爱她 为她说话 哪怕这两天 汪小飞伤害 大S伤到这种程度 S妈的回应 也大度到令人感动 张岚母子 但凡有S妈一半善良 也不至于闹到今天的满城风雨 另外最令人无语的是 张岚母子一直以来 都很喜欢大打爱国牌 对搭S的家乡 汪小飞花样怒骂 张岚花样贬低 怎么 中国人的情怀 被你们这么消费的 而张岚又有什么资格打这种牌 张岚已经移民 在百度百科上 张岚的国籍可不是中国 而是这个 早在2012年 她的国籍就已经改了 在当年的南方人物周刊 张岚回应是这样的 中国的企业上不了事 就算为了快速上市 为了这点利益 背叛你的誓言 合适吗 要知道移民之前 张岚参加 《一虎一席谈》 就慷慨激昂地说过 我应该永远忠于我的祖国 因为我是中国人 但她并没有信守承诺 转眼就移了名 所以 当网友以这家人爱国而无脑挺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是一个问号 先不说任何民族情节 不是免责金牌 而是很奇怪啊 一个移民的人 怎么好意思狂打爱国牌啊 中国人炽热的纯粹的情感 不是被你们这样利用的好吗 这家人的谎言 何止于此 王思聪也当众揭穿过 2011年4月4日 王思聪微博 炮轰张岚 因为张岚说 汪小飞大S的结婚场地 是朋友王健林赞助的 王思聪笑了 他说 王健林根本不认识她 也根本没给婚礼赞助 一时闹成笑话 张岚为了晚尊 说什么 在他们的酒店办婚礼很正常 说万达给了很大的支持 这句话有错吗 王思聪哪是好惹得准 破口大骂汪小飞 恶心母子作秀 桃冠四冒充富二代 三十好几了 整天整些没用的 4月5日 纷争升级 4月6日 王思聪再发微博 说张岚持续造谣 不值得尊敬 并说 张岚阿姨 如果您觉得我是个软柿子 那我只能说 您这次错大发了 这打脸 真的是啪啪的 一次次的这么做 明眼人都看不下去 像这一次 汪小飞说 不想再让任何人勒索了 谁勒索 DAS吗 DAS当然不会 葛思琦和他通话时 小葛说 我不是DAS请来的 汪小飞也肯定地说 对 他不是那样的人 并且重复了几句 DAS不会这样 是 你也知道 DAS不是那样的人 为什么还赶尽杀绝 一次次说出这样阴嗖嗖的话 男人的担当 在哪 作为父亲的人词 在哪 所以这段时间 网上有人说 汪小飞的一生 就是被嫌弃的一生 被王思聪追着骂 被黑人打 被张与其扇巴掌 被DAS离婚 被张盈盈怒骂 嘲讽 反水 照片爆出 说明在场其他人也看不下去 拍照曝光 一个人不喜欢 可能是别人的问题 所有人不喜欢 那你自己一定有问题 如今 汪小飞也四十多岁了 四十多岁的人 天天做些漏川地心的事情 说心了被打脸的谎 真的不妥当 经济下行 疫情零星爆发 还是管好下半身吧 不要为了些下三滥的事情 又打烂一手牌 砸烂一个招牌 要不然下半身惨淡无比 人设接二连三地崩 公信力越来越差 还怎么混下去 总不能这一辈子 都靠消费大S过日子吧 而公众也不是傻子 能被你们糊弄两三次 不会被你们糊弄一辈子 所以 汪小飞 为了孩子 做个好人吧 请文静 要吓人转私